周老师 骗选票其实也不容易长治久安骗得久 明朗2016年完全执政绝对胜利 立法院强势过半 几乎打到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席次 但是2018年丢了200万张选票 然后2019年各家媒体怎么掉 都掉出小三的民调 所以骗得到选票有的时候也是一时的 到底可以撑多久有的时候也很难说 你怎么观察这场选战的攻防 好的 我觉得万变不离其中 既然有民调 比如说四年前的民调给你看看 我有把四年前的民调抓出来看 小英大概差了一倍左右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代表毕竟有票闪掉了 所以接下来民进党就是把票抢回来的问题 可是三方对决和三强对决和两强对决 最大的格局差异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追求过半 如果要追求过半 蔡英文其实我觉得其他会比较辛苦 讲白一点是真的比较辛苦 因为你要怎么重新去识货中间选民的 这些流失的选票 你不要想到再多抢不可能 一定就是想办法能够 比如说再多抢650万那就是真的功德无量 但是重点是你要怎么把这些票换回来 除了基本盘之外 我觉得这对民进党比较难 那在三方对决的状况下 即使蔡英文落后 我也觉得他没有那么吃力 没有那么吃力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是说到338就能赢了 我是觉得三方对决可能还是要40% 才会比较不会有变数 一样有很接近五成 但是他还是少那个10% 他其实操作起来容易许多 容易在哪里呢 观念都是在中间的这一卡 刚才汪大哥他有提到宋楚瑜 跟2000年的宋楚瑜如果也没有打 是不是跟柯文哲差不多 可是柯颂有一个最巨大的差异 2000年的宋楚瑜他是有组织的 他有省府的人马 还有自己的那一些在地方活跃的那些 迷代表有所谓宋系的人马 他那个时候前面就已经做省场的时候 一堆钱丢下去建设都在做了 所以他的人马是有的 可是柯文哲他现在这一块是空的 他的民调很大 但他本人也是个偶像没错 可是中间这一块是空的 我听到一个做生意 宋楚瑜有四个搜索的条件 比方说最有名的是宋楚瑜跑到云林的时候 当年张龙卫挺他 那说穿了张龙卫等于是云林大条件了 那柯文哲虽然有很多柯粉 但是他没有中间的组织的这一块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 可能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会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我明明就很支持柯文哲 凭什么他票开不出来 其实像我最近讲这一套的时候 都会有人特别跑来留言骂我 所以我专心的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柯文哲是个偶像 他有很多粉丝 他就像一个偶像迷信要办演唱会一样 柯文哲的问题是他现在根本找不到一家公司 来帮他处理演唱会的票务 演唱会的场地灯光布置 现场为安 后面的擅长礼品 什么现场商品 他都没有人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困境 你要说上游偶像下游粉丝 没有中间人把钞票套出来 所以柯文哲他有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人气 这的确盖无疑 可是他的那些当年帮他选市长的人 可能第一个 不愿意帮他选总统 第二个他忙于市政也抽不出来 好相对来说 我打个岔用你这个例子为例 如果我是大明星 如果我有一堆粉丝 可以坐满大巨蛋或小巨蛋 那我有两个方法处理中间 一个方法是找到挖角到 一个处理过中间经验的操盘手来操盘 第二个是我外包 或者我够有钱够有资源 我买一个会办演唱会的公司可以吧 借壳上市可以吧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借壳上市 但是现在愿意给他借壳的只有亲民党 因为亲民党选举经验 现在老的也老了 上面的头需要换掉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宋楚瑜 所以像借壳上市亲民党 或者跟亲民党整合的空间跟几率是有的 它是有的 而且我们也听到的确是双方有互动 但是还没有到非常成型 可是柯完哲一旦往亲民党这边靠 他就往蓝的这边会挤得非常过来 也就是说民进党就可以把它推过去 变成克韩两人会去争抢同的这一块 不管这一块有多大 也许50%也许55% 反正柯就是过去分了 所以民进党那个时候就可以透过 柯完哲已经站到亲民党那边去了 他变成宋楚瑜那边了 他就跟我们这绿的票不一样 想办法操作他的绿的这一块回容 我觉得就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民进党他并不是说要看到50% 他只要看到40%的时候 把柯完哲挤过去 就是他最有效率的一个操作的办法 那我再反推 如果柯文哲挖角到一个操盘过大的 总统选战的灵魂人物来操盘呢 可是重点是柯文哲的人格 可能比较挖角不到这样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他先天条件上的限制 就是他要怎么用他自己人格 去说服一个人帮他卖命 他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去 拜演唱会还要很多公读生 那些公读生可不是说真的公读生 临时找人 那搞不好就会触怒他的粉丝群 像台湾演唱会一直都被人家批评办得很烂 就是因为这些公司都临时找人的 可是为什么柯不可以跟时代力量合作 我就以时代力量的角度来简单谈一下 我在时代力量决策委员会排名第24号 我加前面的实力者大概有算30个好了 这30个前面30名实力都比我强 可是我大概是这30个人里面最轻科的 我都不太愿意支持柯文哲选总统 真的哦 对 所以在那前面30个 怎么可能会一直支持柯文哲选总统 那我再问一个本质的问题 前面那30个时代力量的比较灵魂 或者比较领导人物 主要不愿意支持柯 是因为统独两岸关系吗 主要还是他的国家两岸国家理想 跟时代力量目前的党的核心的策略 还有整个选举策略是有矛盾 就是时代力量大家必须承认 他们多数成员比较台派独派 对不对 台湾优先派 对 所以他们的成员当中 有一些人是不满两岸一家亲的 他们的成员当中 有一些人连国家都不满 就是说因为他不认中华民国 他认的是台湾国 的确是有这样子的 蛮强大的力量 就是他的毒性比较强 我讲毒是说台独的毒 就是说那里头有统独的 意识形态的成分的差异 所以他对于两岸论述 如果是他比较不能接受的 总统候选人 他事实上是支持不下去的 对原则上来说时代力量他非常看重 因为特别是总统大选 或是立委选举的这样子的层级的话 时代力量势必会把国家认同 当然他很重要的一个选举的标签 休选这不是讲了吗 你们新的主席已经讲了 对对对 主席也公开的讲 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寻求柯文哲来助选 那你要去帮柯文哲选总统 我觉得还是有更大的一段距离 因为包括党内说服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就目前角度来说 虽然不到就是绝对100%力挺 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但是我认为柯文哲现在的这一系列表态 党内是非常的反弹意见是比较大的 所以蔡英文比较明确的反中 比较明确的反一国两制 其实他会吃到时代力量这种票 甚至包括像现在这个同温议题的操作 我觉得党内其实凝聚起来的 凝聚共识会更加偏向蔡英文这一种 我们没有操作 不能说操作 这是这个正常的执政的应有的处理过程 应该说这个清理战场 就是说年轻世代远离民进党 其实有好几个议题 大家要承认 首先第一个议题是一立一休跟低薪 那修劳基法的时候 年轻世代就直接觉得 民党根本就知进党 有够知的 演什么演那么久 这个我是说年轻世代的新生 第二个新生是同婚 年轻世代挺同婚 觉得你骗我 你选前挺成这样 选后 你说成这样 你连一点价值都没有 第三个是颗绿分手 年轻的颗粉觉得你莫名其妙 那因为你结那么多 深仇大恨之后 那些票就远离你 所以你现在清理这个战场 可以拉回来一点年轻票吗 没有 但我认为民进党 在同婚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没有在考虑选票的问题 真的 因为你从世代来讲 年轻人是比较挺同婚的 但是抱歉 年轻人大部分支持柯文哲 所以 所以挺同婚的挺乖挺 然后你不过关专法 那账算你的 可是总统票投柯文哲 而且年纪比较大的 他对民进党做这个事情 是很反弹的 所以烂账也算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在做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在算选票 你真的从客观来讲 算选票 我认为是吃亏的 但是没有办法 民进党的价值就在这里 进步价值就是在这里 年轻人他要挺柯文哲 或挺韩国瑜 韩国瑜他是最早 跟反同联盟结合在一起的 柯文哲他从来对同性婚 他是不理的 他不敢碰 所以你真的算起来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虽然我们这个苏贞昌的影片 在网路上一片叫好 但是真正算起来 我们其实是吃亏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党 你还是理念 你还是要守住 一两次的选举 其实没有办法决定 你这个政党的生存 但是如果政党上是理念 那政党就完蛋 周老师 我个人其实认为 文哲的讲法好像就是 民进党是净亏损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苏贞昌 这是处理同婚的 像时代力量 这次选举三大权 主权 劳权 平权 原本如果民进党 一直态度是暧昧不清 要进不退的这种感觉 我认为年轻人在平权这一块 婚姻 性别平权这一块 时代力量可以拿到很多票 可是苏贞昌 因为有这样的动作之后 其实时代力量在这边的 也要讲立基点 站得住的这个票 其实民进党也有机会拿回去 特别是在不分居 所以原则上来说 也不是说民进党 真的是全失而无得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 一定要继续选票去看 就时代力量角度来说 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也没什么好特意去批评 那民进党愿意做 因为他们票那么多 当然还是需要他们的支持 这个东西才能变为现实 所以没什么样太大值得批评的部分 不过原则上还是回归 如果要回归到总统大选的格局的话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国民两党它的组织优势是非常明显 毕竟是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现在的三方对决到最后面 很容易变得两大一小 我觉得比来比去 不如还是仔细思考 台北市那场补选的意义 其实那场补选一开始的声势 不是这个 一开始声势还没有就是落差 和最后面的选票落差这么大 大家可以去思考 事情是怎么变成那个样子 那柯文哲能不能从这样的状况中 去学到一个教训 适时的踩珠刹车才是最重要的